诺依邓伦 最近邓伦可是火得不得了 他和杨子主演的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 这部电视剧可是火得不得了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邓伦在里面饰演的迅凤 这个角色也是深受大家的喜欢 邓伦长得不算特别帅的那种 但他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一双单凤眼可是让不少粉丝为他心动呢 No 2 罗云熙 罗云熙不算是一名新演员 他这次在《香蜜》中凭借他的演技 再次得到了大家认可 罗云熙长得非常属生气 浓眉大眼相当的英俊潇洒 而且他的古装扮相也是非常帅气 No 3 肖战 肖战小编是从看狼殿下 时候认识的他 刚开始看他的时候 感觉让小编眼前一亮的感觉 甚至帅气程度感超难以好 肖战虽然单看五官都不是很出众 但是频透在一起感觉 看着非常的英俊 接下来他会有很多戏录去播出 不知道你们期待吗 No 4 徐凯 徐凯在饰演演戏攻略 中的复查复横尔圈很无数 徐凯长得白白净净 的五官也非常的立体 很多女粉丝被他迷得不得了 尤其是得知他在演戏攻略 中中的仗气之度死去的时候 那给观众们哭得稀里哗啦的 No 5 朱一龙 要说起朱一龙灰子 还是从《明月传》认识的他 他在剧中饰演秦昭王影迹 演技也是相当的不错 而且人长的也非常的阳光帅气 之后朱一龙参演镇魂 也是受到了大家的一支好评 No 6 于蒙龙 于蒙龙武官非常的精致 就像精雕戏装一般 可以称作是一代美男 我想大家已经应该见识 到了他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美貌了 No 7 张彬彬 张彬彬这位小哥可是火得不得了 Secret 雕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